事会很会 累人超能 事会我们又来到 跟一个女神约会的现场 有一期我们跟女神聊到 这位女神就是林品希女神 聊得很深入 原来一个女神 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光线亮丽 背后你看到她 以为是一个完整 我们看那个女神的line 就叫做 完整的品希 原来她背后有这些破碎的部分 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今天的现场的来拼 来 完整的品希 跟大家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品希 好开心哦 又可以听到 我觉得听她聊真的很舒服 对 因为第一个 品希本身就在主持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粉红地狱新辣面 我每次都念成念错 会变新辣妹 粉辣妹 没有 她一直 因为你给她的感觉是辣 辣妹 所以她就想成 粉红地狱新辣妹 我觉得很适合啊 你这个节目名称很特别 当初是怎么来的 我超爱这个节目 我最想把紫北珍 改成类似你 我觉得一定不是Vito 听起来怪怪的 粉红地狱新辣 本来的新辣妹 我们太正直 那个节目名称怎么来当初 当时在跟Vito聊的时候 Vito就是个无聊的大叔 他当时想的是 应该是Vito嘛 我好奇了 原型是什么 原型叫做 我跟妳讲比指南针 烂一千倍 指南工 指南工 那是什么 叫做VC加速器 那是什么 那是电子耶 对不对 你看果然 不想听 因为他想说Vito品析 然后加速器 Vito品析VC 因为他加速器 有点像创创 没错 因为他刚从创业 听起来是数位时代系列的 对啊 加速器就是创业的意思 对很无聊 没有人会想听 那时候我还就是 我们第一集来宾是陆队长 然后陆队长就问说 那那个 他说你们节目名称叫什么 然后我就说VC加速器 然后他就 直接冷掉了 对他就再问一次说 你们节目名称叫什么 我说VC加速器啊 他说我还以为是哪一栋大楼 刚盖好的名称 什么VC加速器 他觉得 为什么你是不是不跟我讲 节目名称 我就说就是这个 然后Vito就觉得 这个很棒 对可是他觉得 可能听完的人 他的人生会加速 我们直北生 我看改成指南工好了 不行啊 这样基督徒都不会听了 你一定要想到 我们是全世界的 对你们观众在全世界 各种信仰都有 然后后来那时候是因为 我第一眼看到Vito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是我的蔡康勇 就是康熙来了的蔡康勇跟小S 这么直觉 对真的耶 他们两个很合真的 他们很有味道 对只是他就是比蔡康勇 穷很多而已 我听到的那个故事是说 他一开始要先找一个女主持 然后是你自己主动去找他 这个我要验证一下 好应该是说那时候他 我其实也没有叫他的脸书 然后是他写说 他想要做Podcast 他就是卖了书之后嘛 出了书之后 自以为是作家 自以为很红 想要乘胜追击 然后觉得我要来开Podcast 对 然后还自以为自己是 还好我是先开Podcast 再出书 不然我也会被诗慧这样子念 就会说 会啊 我很崇拜你 我没见过 你 他没有像我那么贱 没有 他是真的很优秀 对 我的答案就还好 但他很努力 对啦 我相信Vito很努力 他非常努力 然后那时候他就写说 我想要开像老高跟小莫 所以呢 他就自以为自己是老高 他想要大家征求一个 你有像小莫 他没像老高 对啊 而且我们的收听率 跟人家差十万八千里 对 他就说我要跟小莫一样 有一个是可爱 性感什么的 活泼开朗的女生 那一次是真的很多 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不知道Vito 其实我不知道他出书 我不知道是谁 然后是那个陆队长 他就在下面take我 写林品希 所以我早上一起来 就看到我被take 我就想说这个人是谁 点进去 然后就想说 其实我那时候 也想要做Podcast 可是我自己知道 第一我的来宾有限 然后第二就是 我自己是无法 录制一集 意思是说 我比较适合当主持人 所以我就 也在苦恼这件事情 你那时候是婚礼主持人 那时候 没有 那时候已经做 高价值女生养成班 在两年前 然后我就一直都没有诚心 可是我连制作人都找好了 然后也在想我的节目名称 你本来也想开一档 对 我已经在筹备了 可是只是有一些觉得 我好像还没办法 让他很长久的一个目的性 然后后来就是 Vito我就下面留言 然后我就说 那我来应征 对 因为有人take我 然后我就说 好那我来应征 可是下面其实 真的不夸张 你有先设备一下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完全没有 想说终于 可能有人可以跟我搭档 太好了 管他是谁 然后后来结果 我们是先电话 他就是有些电话跟我聊过 那电话聊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时候 可能是我人生中 跟Vito相处 可能是最 最美好的一次 最卑微 就是好像还有点尊敬他 应该是说 我那时候还有点尊敬他 对 然后见面的时候呢 还维持那个 就是尊敬的感觉 可是我在第一次 我们约在春水堂 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 这个人会保护我 应该说我过去呢 因为我的形象太鲜明 然后讲话又口无遮拦 其实我很容易会被别人讨厌 可是我那时候看到Vito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他是会接住我的人 他会是我最好的搭档 他会为我遮风避雨 对 殊不知后来的风雨 都是他带来的 没有啦 就是那时候 我就有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们会是 很好的搭档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很迅速的就是开始合作 那我也觉得确实就是 其实我自己是 一直都不care收听率 因为我觉得比我们强的人太多了 对我来说 我开这个节目 其实第一个就是 我想认识很多不同的来宾 从他们身上 也得到很多的干货或故事 对 但Vito相对 因为他呢 就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 他比较重视收听率 这个东西 我是完全不管他 因为他很爱这个节目 这是他的 我说记得吗 他是那种 为了prepare那种 就是说节目前都会做一些 这是他的宝贝啦 对 他做好多功课 然后他就会不爽我 都不做功课 然后就会觉得 因为有一次我太累 跟来宾11点讲电话 我们三方哦 那讲到后来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半夜三点了 然后我睡着 然后 你说可以跟来宾对对 就直接睡着 对我直接睡着 那看你事情真的很麻 然后Vito就是傻眼 因为他就说 那品行你觉得怎么样 他就说他听到打呼声 太累了 没有你太累 可是他可以想说 你这么累还愿意来三方通话 我们好像没有为了录节目 还跟来宾什么三方通话 因为你们都私底下自己做功课 那那时候Vito还就是会想说 好好的要问好 所以要问脚本什么的 后来Vito就说 算了算了 他自己问好了 对 所以就是 其实Vito帮我做很多很多 瞻前过后的事情 让我就是自由的发挥 那他后来可能觉得 这个收听率看起来也没得救了 就在自己另辟一个新的节目 想说好好 你们很好啊 我们很好吗 我觉得我很喜欢听粉红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听 粉红地狱系大妹吗 什么 我觉得他会让我放松耶 真的吗 就是我听了之后好好笑 我还可以笑得很大声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让我自我抒压 抒压节目第一名 是粉红地狱系大妹 我每集都听过 其实你们没有老高跟小莫 但至少是Podcast界的这个 康熙来了 但是我必须听 很多Podcast 我很听听听到睡着 你的我睡不着 因为心情很好 这个是影响力很好耶 其实我那时候 我确实是真的是不太在意 我们的收听率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一结束就想要吃泡面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再听什么 闻声说书 对 我不想再听这些东西 我好累 我想看康熙来了 我想看白痴无脑节目 所以那时候 你知道我吃饭的时候都听什么吗 小玉石的小姐不惜地 对 就类似这一种的 对 我就想要听 不想动脑 对 只想笑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现在人太辛苦了 我就想要让大家 就是你无聊 你累的时候 听我们东西 觉得好白痴哦 好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也是这样在听你的东西 对 太好了 这就是我要的 我就把你当做小姐不惜地来听 对对对 这个Podcast直接确实 这种节目也都是当红 我很喜欢煮饭听你的东西 太好了 我就是要大家放松就好 煮饭啊 然后你又听他就觉得 这煮得好好笑 这好好笑 这什么的 对对对 虽然每集我就听 像那一天 我去接受你们的采访的时候 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品析的互动比较多 Vito大概就 哦哦 好 那我们就 他会跟他服务 他会跟品析互服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是那种互补 就像说我跟思惠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听直北真吗 我就听到 思惠今天这一集会飞到哪个外太空 然后我们也会笑 对 现场的吵更热 有时候在唱歌 对 这也是一个Podcast 他有时候会天外飞来一曲 这样子 很厉害的 就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因为我跟你差比较多 因为有时候 所以我跟你讲 我现在发现 是金钟等级的主持人 才会现场突然来唱歌 你知道我去赵婷也唱歌 你知道吗 倩华也唱歌 你知道吗 你要说要有一定的年纪才会唱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要有一定的功力 主持人才会表歌 真的有一定的才华 对 好 所以说你们现在有一个节目 粉红地狱新拉面 那自己本身 希望不能停 要不然我以后就没有放松的节目 Podcast放松第一名是他们 你是在担心他们什么 你放心 人家Vito可以有好几个节目 我有听到 Vito说会再跟他好八年 你真的会记得 因为我要红八年 他就要抱住我大腿 对 然后你放心 品心也会可以跟别人不同节目 反正这个节目会继续 我们不是要交换伴侣吗 你要抱住最好的方式 就是再做一个节目 对 没错 妈的 对 你去跟Vito 是会去跟Vito做一次 不会 我跟他没有 没办法吗 不一样 长相不行 对他现在有别人了 我不能 我们这一集 Vito听到可能会晕倒 来听没关系 已经讲了十分钟还在讲他 真的 他人生难得被这么瞩目过 对啊 可以的 可以的 其实他Vito也很辛苦 他过去很辛苦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幸福 我们要好好祝福他 对啊 他那本书有三分之二 都在写他辛苦的部分 不是吗 有三分之一是正向力量 但是有三分之二在讲他六十天 他人生还继续在创造 很多辛苦的故事来写书 我很怕他会不会下一本又写六十天 他写完了 他说他要出书了 我期待你的书耶 你什么书 好 明年 三月 明年三月 我希望是三月吧 我的书也是三月出的 真的哦 对 所以今年三月是我明年三月变你 那彩时一定会 这两个女生有点像 我去支持你这样子 好 新书发表会 我到时候都对 你们都是要帮我写序的人 没有问题 我们就连续出书 那听众们又觉得我们很烦 没事叫我去买书 买书买书 你们都一直出一直出 没有啦 其实书是这样子 就是你真的有喜欢的话 买下来会改变你一辈子 其实不是那个钱的问题 现在我们这一集是干货一集 就是说 平心女神怎么冲 你看你其实破碎也不是贵妇 也不是富二代 那你怎么自己从零开始去 建立高价值女神班 从零开始 我觉得一切好像是来自于 我很容易羡慕别人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有无名小站 你可以去连 然后我就会连到 这个女神 为什么她那么漂亮 又读政大 这个女神为什么 她有办法环游世界 然后又拍照这么好看 我就会 我是都不会 然后又读很普通的学校 然后大一上又被二一 但大嘛 对 但讲 然后中文系 然后我还是重考 然后重考那你还胖了十几公斤 就是 一直会羡慕别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 我就会闲下来说 我想跟他一样 我想要学会什么 我想要学会什么 然后所以我觉得有 那个出发点 其实是来自于 我有羡慕的对象 然后我有自己 想要成为的人 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 如果我成为那么好的人 是不是别人就会爱我 也是回归到当初 上一集我讲的就是 需要爱 对 我觉得我要变得够好 才能被爱 其实内心这个是交换 其实是一种交换 够漂亮人家才会爱你 对 我要变漂亮才会有男生喜欢我 我要有才华 才会有别人想要跟我靠近 对 其实这个出发点 它算是应该要说是匮乏的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所以我想要变好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有一个 想要变好的动力 就是不一定是 因为我够好 所以我想变更好 其实很多人想要变好 是因为我觉得 此时此刻我没有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钱 所以我才想赚钱 那我内心就会有一个雏心 觉得我想要一个漂亮女生 又有内容的女生的一个样子 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厕所 厕所不都会有 前面有一个小雨吗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雨 她上面写说 18岁以前 你的容貌是你的父母给你的 但是18岁之后 你要为你自己的外 就是容貌负责 对 其实这句话 就是说向游新生 以及你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 其实不要再受制于父母了 你是可以自己决定 你想要成为这么样的人 所以你看到怎么会18岁 我小雨看到都是40岁 真的吗 男生可能要比较晚一点 因为女生青春年华 有可能的 男侧女侧搞不好 因为有可能那是淡江大学的 他刚好我们18岁了 他会开 如果你是在老人院 他会说你人生60才开始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 我现在19岁 我觉得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 去创造一些什么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比如说像我也有曾经 想要考空姐 然后考空姐要4万多 那时候大学 没有钱 妈妈不给我钱 然后就自己去打工 然后因为我觉得空姐是一个 好像当时很多女生 觉得是一个梦寐以求 很梦幻的职业 你一定要漂亮才能选空姐 然后空姐 你可能就是可以环游世界 以及你可以认识到 好像有钱人 就是那时候很单向的 觉得要成为空姐 你人生就会一切圆满的感觉 可是可能我长得太疯尘了 就是每一次在第一轮 都被刷下来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我也有去考个疯解 好笑 你有上吗 彼氏有过 可是他最后一关 是看你外表跟身高 那个时候被刷下来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形容自己 我太封城了 真的 我那时候我觉得 我化完妆很像是什么 女明星 比较像陈宝莲 比较像是挑通女人 陈宝莲 陈宝莲也是港星以前很红 就是比较封城一点味道的女神 对啊 我觉得我就是太像酒店小姐 所以都没有被录取 因为中华航空要清新 要漂亮的 然后那个长容要像 那个什么 好媳妇的 我都不符合 所以在第一关就是 我就想说 今天的第一个干货 原来空姐是要这种条件 对 就是你太封城是不行 所以那时候反正就总而言之 我考了四家都没有上 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内心 就是会一直觉得说 一个被人家喜欢的女生 我可能内心有一个框架 对 你要内在跟外在都要有 可是我在 另外讲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我自己在过去 其实是有当过别人的小三 那时候其实也让我 体会到一件事情 这个男人他有老婆 有家庭 但他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小三 那可是他不会跟他老婆离婚 所以我就让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所以老婆身上一定有他要的东西 但这个小三也有他身上 他要的东西 不然他不会外遇 那他要小三什么 可能就是年轻嘛 貌美嘛 可能要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谈风花学约就好 你不用 欢迎暂时的快乐 对 你让他 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访问过小三 小三 对 小三 一个最正的小三 小三身上得到他的快乐 跟负压 他不用觉得他要面对那些 柴米油盐这样触插 那跟小三在一起 就是让他觉得 哇 我是个男人 我很开心 这样子 然后就 还有我恢复年轻的样子 对 那可是他也割舍不掉老婆 为什么 因为老婆对他的家里有贡献 老婆让他是 是可以安定的在外面冲事业 老婆会让他觉得说 我有一个避风港 对 那还有他们曾经共同有的回忆 这是他割舍不下的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 到最后 当然这个男生是回到他自己的家 那我就在思考说 如果一个女人 好像很多女人就是 我要嘛就当小三 要嘛就是 我是正宫 可是是黄脸婆 可是我就想说 如果一个女人 你可以同时有正宫的优点 你同时也有小三的优点的话 到底哪个男人会不要你 因为你已经有不同的面貌 然后有不同的功用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其实男人 就会更离不开你 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 我领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觉得一个女生 你其实要有很多的样貌 比如说你在工作上 你可以很有很果断 然后你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可是呢 你可以在男人面前 可以是小女人 然后可以就是 让她觉得很放松 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像小猫咪一样 对 那你也可以在 比如说家里当一个好妻子 然后可以当一个好妈妈 我觉得如果你身为一个女人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样貌 你要学会很多东西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有必要那么累吗 可是我必须讲 我觉得在爱情市场上 其实不管在爱情 或是在职场这个市场上 你总是要提供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 你的筹码越多 你更有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只是 我是一个被动被选择的人 对 所以我就会 因为那个时候让我觉得 我一定要让自己 累积自己更多的能力 我觉得品系真的是不简单 就是说 有时候它的 像那个价值 如果你没有去经历过 比如说小三这一段 你会不晓得 小三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你可能想说 就是别人的第三者 对 可是你从 这个角色里面 当然还好 你就退出来了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一段经历 让你知道说 原来男人要什么 对 因为像那个男生 他可能也会去酒店 然后所以 他也会带我去酒店 我在酒店看到的呢 我觉得 比如说那个男生们 就说 我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这时候旁边的小三 不是 小姐们 就会安静 对 然后就让他好好的 跟老婆讲完电话 然后逛完再继续玩什么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哇 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那他们为什么要去酒店 一定是有一些 得到的好处 他们才要去嘛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 好处都拥有的话 然后又可以当他 很好的家里的那种 得力助手 其实我觉得 男人真的没有什么理由 还要再出去找别人 就家里就有 就满足啦 还不用刷卡 就直接那个 对啊 这个是一个 不错的见解 那其实我觉得说 当然我们不鼓励你 你有非不合法的 婚外之类的 对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情感层面 我觉得品系 从这一块里面 他找到 原来男人要 女人 不管是他的那个太太 她是 或者说 他的太太扮演什么角色 这件事情都找到 我们刚才讲 回到那两个字 就是价值 对 因为你从这里面 找到很多的价值 所以你才能够 开始去跟大家分享 那你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女人 你到底有什么价值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 跟你课程的设计 就会有关系的 对 比如说你能不能提供男人 比如说情绪价值 然后肉体价值 没关系我们 情绪价值肉体 这是很实际啦 对啊 然后还有呢 然后还有就是 你能不能够辅佐他的工作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啦 对 就是你自己能不能 我觉得如果说 回到一个女生 我自己身上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价值 是你必须要建立的 第一个呢 就是你自己的外在价值 外在 对 因为我都会说 虽然说 不要以貌取人 可是确实别也没有必要 透过你拉他的外表 去了解你丰富的内在 在这个世界上 本来大家都是很 尤其是现在 是越来越快速了 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快 应该没办法那么快 有时间去认识他的内在 可是我觉得外表 是一个很重要的入场卷 入场卷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 对 然后你的情绪价值 你提供别人 怎么样的情绪 像现在抖音啊 别人都说 要讲干货 可是其实抖音 因为他时间太快了 他要的是情绪价值 就是你跟我站同一边 你帮我讲出 我想讲的话 有时候那个情绪的张力 是对于抖音来说 更重要 对 那你能提供别人 怎么样的情绪价值 你会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 觉得很安心 再来是你自己事业上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 你真的 你在说自己很有自信 可是如果你的口袋是没有钱的话 其实是真的比较不会有底气 或是你没有做你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赚多少钱不重要哦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在做你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散发的光芒更重要 对 然后 今天品系都是金句 我来不及 真的 散发的光芒那才是重要 其实就是一个内在的成就感 对 因为很多男生 其实很多男生已经是 算是可能会承担多数的责任 那他要这个女人呢 他不是要你完全不做事 依附在他身上 侍候他 反而这样他会觉得你没有自信 你好像人生都围绕着他打转 其实很多男生希望看到自己的女人 你在做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很投入专注的样子 不是你赚多少钱 你看台信银行的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一句 依旧一直适用 对 认真真的是你很投入 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出自己的价值 那男人也可以看到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女人 你其实要有很多种不同面向的价值 自己的灵魂啊 那个男人不是说要女人都依附着他就好 他要这个女生有他自己的魅力跟灵魂 对 其实男生虽然都会说 我希望你当我的小女人啊 我希望你能够依赖我 我觉得很多女生呢 把这句话误解了 你依赖男人 是你选择依赖男人 不代表你只能依赖男人哦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女人就是变得好像 搞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小公主任性 然后就是 你要帮我干嘛什么的 其实男人 他希望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 但是不代表你无能为力 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独立 所以很多女生会 必须让人家讲说 素颜 男生都说我喜欢女生素颜 女生就真的给我素颜 我就说他喜欢的是 看不出有化妆的素颜 好不好 这个又是很高技巧的 对 你会误会 可是男生真的喜欢素颜耶 我真的到40岁才开始化妆 因为我觉得我 就是我老公不准我化妆耶 就是一直生 他说你化妆对孩子 因为我生过三个孩子 他说孩子这个弄到 就这样一直借口 然后每次只要 我只是上个粉底 我只是一个腮红 放上去 连粉底都没有上 他就会跟孩子来笑 说你看妈妈是那个猴子屁股 那你现在有化妆 然后又去上陈立青的课之后呢 后来就是2017年以后才开始 那他是不是喜欢现在的你 也还好耶 他还喜欢你素颜 因为我的孩子跟我老公说 妈妈你化妆技术好差 你有化跟没化都 就是没有差 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差 世慧老师的问题是在于 他素颜也真的非常漂亮 不是 其实我很想化妆 所以我现在都跟我女儿学 他就说妈妈 其实这怎么 反正现在是女儿教我化妆 可是因为我是真的觉得 你化妆跟素颜 是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可是这种的是要你真的是 美人配子才可以这样 不是 因为内心就是要有自信 对我觉得 现在是女儿教我化 其实我现在化的 就是几乎都是我那个 高商的女儿教我的 对 以前都没有 但是因为世慧老师 你是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内在是有一种底气在 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 是她的眼神 你会觉得她眼神是空泛的 因为她内心其实是虚的 因为她一直在追求 那些东西是她追不到 然后她又觉得自己不好 一直追又失败 所以她还没有找到自己 会觉得自己没有 所以很想从别人身上得到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很难去操控别人 所以 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 就是会把男生的话 我觉得很多话 都是字面上的意思 可是她会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都很爱你 我全心全意就只要你 可是我真的 好多学生来我这边上课 她挽回男朋友 那为什么男朋友 会跟她分开呢 因为男朋友说 你的世界只有我 她会觉得很无聊 所以男生就会觉得 我不想要这样子的 一个女朋友 可是女生就会解读 另外一种意思 女生会说 因为她得到我了 所以她不珍惜 其实男生 你全部拥有 她男人会害怕 你有时候 你就认证做你的事 喜欢的事 男生反而觉得这样 是舒服 对 男生会想要 反而男生会目光 会一直在你身上 对 但反而就是女生 她很难做到 因为她内心 我觉得女生 小区长很多 然后又会觉得 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 可是我跟你们说 每次来上我女生班的人 她可能想挽回老公 老公外遇了 或者是她想要挽回男朋友 或者是她觉得 她们感情状况 岌岌可危 因为女生 把我给她出太多功课了 然后她又认识 一群姐妹 然后她变得很忙之后 你知道最后变成是 她的男朋友 或她的老公 都会说 你到底上了什么邪教 为什么你变得那么忙 然后为什么 你都现在开始 都不注意我了 变成是男朋友或老公 会一直抓着她 追着她 因为她变漂亮 变有自信了 对 然后她很忙 她没有空在那边 一直盯着 因为我都跟女生说 你为什么一直管男朋友 因为你太无聊了 人生太闲了 你太闲才会一直管东管西 你就是不够忙 所以我觉得 女神班会出很多功课 然后让她们 有很多的活动去做 你这样也让很多 在家里 家庭主妇的妈妈们 知道说 原来我不要 我就是像你女神班 做这些事就好了 对 她就是只要跟着我们 然后有时候 我们会有读书会 什么的 那她又可以在 花时间读书 然后时间管男朋友 对 真的 然后比如说 让她们有一些 比如说去跳舞 然后或者去办一些 什么派对 当她要去跟别人见面 然后就会打扮自己 因为其他女生 也都把自己打扮好 我看有联谊互动 对 然后甚至有一个女生 她当时是 她的老公呢 跟小三在一起 然后小三 是小三传他们的裸造 给这个正宫看 来宣示主权 对 然后那个女生很难过 她就来找我上课 结果不到一个月 然后老公自己 跟小三分手 她没有做什么事情 她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她开始经营好自己 然后让自己很充实 很忙碌 那其实呢 说真的 男生就是怕你欢 通常是正宫会很欢 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不起我 你现在跟我跟她分开 可是当女生很忙 根本没空理她的时候 欢的人是谁 是小三 所以小三等于是 她自己欢了之后 老公就忽然觉得 哇 原来你那么可怕 就自己乖乖 回到老婆身边 跟她断掉 对 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开男生班的时候 她老公竟然自己来跟我报名 说我要去现场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已经有老婆了 因为我知道她的 LINE的账号 我说你已经有老婆 因为她老婆当天 会来当我的主教 然后我就说 你干嘛还要来 你都已经有老婆 你干嘛要来上 这种脱单的课 她说我要确保 现场不会有男生 来追我老婆 对 就是她老婆 变成活着自信 对 本来是老公外遇 然后到最后是老公 很怕老婆被其他男人追走 就这种案例 因为你开男生班 他老婆去当助教 对 本集是女性必听 真的真的 我站在男性的角度 我也是真的很建议女生 真的让自己的生活 不是说忙碌 而是你要充满自信 跟成就这件事情 当然你就要接触 很多的触角 因为在录音室现场 就是三位妈妈 对啊 可是因为我在现场 我们光芒万丈 是因为我们这三位妈妈 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你可能就比较不会去 有那个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个角落 还蛮多女性 我站在男性看女性 就是说 她真的是 就是那个角色 她扮演的角色 没有办法脱离妈妈 就是我们有一集讲的 前面讲的 就是说 她是被称呼为 小孩的妈妈 对 或者是谁谁谁的老婆 因为就有 坊间有传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姓黄 我老婆叫黄太太 她又变成是别人的太太 她的人生 那个自主权 一直不在自己手上 没有自己的名字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很多女生 因为她的父母 也是这样子活 所以她 没有 她不知道有别的选项 我觉得很多人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像 施惠老师之前 她去上 那个陈丽清的形象 穿搭的课 她可能在遇到 那个陈丽清老师之前 她可能上班 都是穿OL装 因为她的周遭 都是这样子的人 她不知道有别的选择 可是当她去到 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哇 大开眼界 我跟你讲 那个大开眼界 就会回不去了 很多女生 其实我觉得 我也不过就提供她 一个沉浸式的环境 就是你自己的周遭 交友圈 你不会有这样的人 可是因为你付钱来上课 我是创造一个环境 而且是持续永久的 不是说你上完课就没有 因为我们女神班 是一直在持续的运作 所以就是当她有那么多活动 可以参加 看到哇 这么多女神 原来是这么地积极努力 为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 原来她可以让自己 打扮得那么漂亮 不是只有 我就是一个妈妈的样子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不知不觉 他们上完课都回春 我们这边最夸张的一个是 她已经五十几岁 小孩已经二十几岁的妈妈 然后她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 她真的就是搞得很像 周杰伦有一个专辑 叫范特希 反正就是红色帽子 什么 不要说这样怕我妈妈 那个女生就把自己 都包成那个样子 很可怕 像阿嬷一样 对 然后就真的是 我又觉得 哇塞 我是你老公 我都可能真的不想上你 的那一种 对 然后但是她上完课 然后又回来当助教 而且是每一次 回来当助教 因为她又跟这些年轻女生 玩在一起 然后后来又开始会化妆 然后还会就是 穿得越来越漂亮 到最后 她现在第四次 回来当助教的时候 她已经变到18岁的样子了 她已经就是整个是像 纯真的小女孩 然后玩得很开心 因为助教在付出 其实也是在学习 没错 自我治疗 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 透过他们去帮助别人 其实自己也会得到 很多的回馈 也会看回自己 对那反正 总而言之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女生 有时候你只是不知道 原来有别的选择而已 那你其实真的去多接触外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 我之前的世界真的太井底之蛙了 那我觉得我的价值比较多 就是提供在让他们知道 你也可以活得像这样 你也可以活得像那样 你有好多样子 所以你的学员里面 比较多会是已婚吗 还是会有一些是单身 想要来改变自己 单身跟已婚 大概是落在三比二 三比二是单身 三是单身 二是可能就是 有男朋友或已婚 那他们可能是因为 在关系当中 可能他觉得 其实关系是一面 很好的镜子嘛 那反正他们在关系里面 可能跟另一半的相处 或者是开始越来越 没有自己的价值 所以会有大概 比如说 当然接近一半一半 然后单身多一点 单身的部分 是想要建立新的关系 但是想要从改变 重新改变自己 建立一个可能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是改善关系 对 原来你的这个班级 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那请问一下 你在设计这个女神班 因为我一定会遇到困难 你这个品牌是怎么树立 我觉得这是非常专业很难 而且他的课不便宜 不是几千块或几万 他的课是双位的万数 各十百千万 六位数的 没有六位数 五位数也很多吗 三万六千八 但是之后会调整 你跟陈立新老师一样 陈立新老师很有名 三万六 对 这很不简单 那是高价值的 因为我的目标是 像陈立新老师一样 可以收到四十万 四十万那是一对一的 好可以 这个这样我也很愿意 对 那你想知道说 你这个品牌是怎么树立 对 我们想知道 这个很难 而且你看 你这个应该就是做 这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品牌树立出来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很爱上课 又很爱漂亮的女生 所以其实我也上过 形象穿搭 然后可能光是在 花在买衣服的钱 都不知道几百万 几百万 几百万 我可以开服饰店那一种 因为其实我都有去看 你那个在限动 卖那个衣服 对 断舍离 你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做新的 因为你的品味很好 对 可是我就是 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对 但是我不知道 要怎么帮别人穿搭 可是我自己会知道说 什么东西穿在我身上 是好看跟不好看 那我觉得那时候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前面上一集有说过说 我的曾经历过的历程 让我开始觉得说 我这么坚强的一个女生 我都 我那时候是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才真的走出来 那个所谓走出来是 其实我本来就没自信 我的原生家庭造成我没自信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好像没自信 可是因为我有爱漂亮 所以别人觉得你光鲜亮丽 你又是婚礼主持人 你怎么可能会没自信 其实人要面对自己是最困难的 那我想说 那多数人都跟我说 我怎么可能会没自信 那我应该有自信吧 所以我就逃避了自己 过去那个没自信的自己 那一切的那个像骨牌一样 这样崩塌 是因为我结婚之后发现 老公跟别人搞暧昧 然后就那个自信才忽然瞬间 那时候我才刚生完小孩 才十几天 所以你知道刚生完小孩 是对自己的 我自己生过三次了解 就是会很忧郁 对 然后自己的 对自己的外在很怕回不去了 对啊 都不敢回公司 就整个 有人说你知道 你整个崩塌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觉得全世界都知道我已婚了 到时候我跟老公离婚 谁还要我 就是会有这种担忧 所以那时候 一连串的这种像骨牌效应 让我必须得面对到 自己的不自信 所以我才在想说 连我这么勇敢的人 我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才能穿越 那这么多女生 她是可能是被困在家里 她没有资源 或者是她根本不相信 自己有办法走出来 这些女生怎么办 让我开始在思考 我想做一个品牌 来帮助这些女生 那后来呢 我又在想说 很多人喜欢上 心灵成长课程 我觉得她很棒 因为我也上很多 可是她们的外在 就比较相对没那么在乎 那有一群女生呢 比如像我老公 她们就是医美医生 很多女生 很爱就是整形 然后整到 其实已经是很完美了 她仍然觉得不够哦 就是没有自信才不够 已经很漂亮 她永远看到 自己不足的地方 其实是内在的不足 可是会一直整形整过头 或者是一直 像一些网红网美 可能她就只种 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 可是她没有去修炼 自己的内在 我心里就觉得 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很重要 在我的生命里 我每一个都不能放弃 我就想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品牌 或一个课程 在教女生 内跟外是兼具的 我们不是 爱情跟面包 不是只能选择一个吗 我两个都要啊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课程 但不代表我那时候 已经有能力教 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 起心动念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 算是可以当这样的代言人 因为我一直以来 就是很重视自己的外在 以及我后来就是 有去踏上这个觉察的路 然后一直去挑战自己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想做一个课程 那后来我就帮她取名 叫做高价值女生养成班 但是在这之前 往前推一点点呢 我那时候刚生完第二胎 其实我生完第二胎 我人生也是很 所以第一胎那件事 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 后来第一胎 我去上了一些课程 没有 你说你老公 对 就是我那时候生完第一胎 然后我上了一些课程 其实透过课程 我看到我的信念 那我觉得这个信念 我刚好也可以借持 来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有 就是有信念了之后 会有行为发生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嘛 那我有这个行为 就会创造出结果 那每一个人 都会透过这个结果 我要来证明 我的信念是对的 就是我们都很爱 跟别人吵架 为什么要吵架 因为我要证明 我是对的 对 所以我们都会用结果 来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那时候我是 后来呢 我发现到一个 为什么我会说 原生家庭影响我很大 因为其实我妈妈是小三 我妈妈后来 跟一个叔叔在一起嘛 但为什么他们没有结婚 因为叔叔有老婆 所以其实我妈妈 当了三十几年的小三 我从小看到我妈的生活呢 就是他跟叔叔 可能一个礼拜见一两次面 那每一次见面 我妈都打扮的 就是很用心打扮 我妈是女中豪杰的人 但是每一次跟叔叔见面 都很像是一个小女人 所以我就心里 在我心里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我其实就会觉得 当正宫没有比较好 你得到他的人 但你没有得到他的心 他的心是在小三身上 所以那时候 我产生了一个信念 在那么小的我 其实不知不觉 产生了一个信念 就是家花没有野花香 这是我的信念 其实信念没有对跟错 就是你从小 你看到你学习到的东西 你相信的东西 那我小时候看到的 就觉得 对啊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结婚结果被冷落了 我才不要当那个正宫 我要跟我妈一样当小三 才会被永远疼爱 因为基于结果 你看他们在一起三十几年 真的是被疼爱啊 觉得叔叔真心爱他 对 好 那所以我的信念 就是家花没有野花香 可是我以前 我说过我当过小三 那 你也是为了证明吗 就是我就觉得 这样才会幸福 哦 因为那时候 就是你的信念 对我的信念 因为你的信念是要幸福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要让男人永远爱我 就只能当小三 没有其他可能性 好 那所以我会有的行为 是什么 第一就是我曾经当过小三 可是我从小三 我从一个狐狸精 变到当正宫的时候 我刚刚讲了 家花没有野花香 所以其实我内心 你会担心自己变家花 对 我就觉得我不会幸福 你老公也会有小三 因为他自己就是 他妈妈也是 对 你老公也会有小三 外面有个 像你妈妈这样的女人 对 很恐怖 你看我变正宫了 我就会开始会担心 我觉得 外面女人一定会比我好 或者是来勾引我老公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管我看到什么 我就觉得你们在暧昧 你其实想要跟那女生在一起 我会去解读成这样 就算他没有 你也会这么解读 对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虽然知道 我自己的解读是 我觉得你喜欢这女生 但是 其实事实上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我就是这样解读 而当我这样解读的时候 他做任何事情 我都怀疑他 那你想哦 如果说一个女人 我老公再怎么爱我 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怀疑他 都在质疑他的时候 可能久了 他也不会再爱我了 那么 最后可能我们真的分开 最后如果我再这样下去 我没有去觉察 或中断这一切的话 可能最后我们就分开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我们离婚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证明我自己 你看吧 早知道我就当好一个野花就好了 我当家花干嘛 其实还是爱你 是你自己以为 是我毁掉这一切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生完第一胎 我后来自己去觉察了 关于我自己的这个信念之后 我就是立刻就停止去怀疑他 因为真的基于结果 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对 那我就看到 这是我从小的信念 我不应该再把他带回 到我的婚姻当中了 不然我就会一次 杀死我婚姻的那个杀手 那后来生完第二胎之后 就我的人生也过了一个 有点迷烂 就是觉得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那时候女神班还没开始 可是他都一直在慢慢酝酿当中 后来呢 是我的一个老师 他问我 他看到我那么低潮 他就说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他讲到使命 我觉得使命是一个好神圣的字 好高哦 对 可是我听到时候 我就哭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行动力的人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我让自己很没有目标 然后觉得我好像只是妈妈而已 那时候我就脱口而出 我立刻就回答他说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第一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第二 透过帮助别人 我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第三 我透过以上这两件事情 我要赚到我要赚的钱 然后高价值女神养成班 它很妙哦 我觉得我过去的那些拼图 有的想法 它瞬间就很像变形金刚一样 忽然就是 组合起来了 对 一体到位 我讲完它真的是一体到位 我就忽然觉得 我好像知道我要干嘛了 对 那所以呢 我就决定我要做一个 帮助女神内在跟外在 一起提升的一个课程 高价值女神养成班 可是我必须说实话 其实我前面两班 我都不知道我在教杀小 就是教得乱七八糟 你怎么找到学生 这很重要啊 那我怎么找 下广告 下广告 就是下FB广告 然后做线上的销售演讲 然后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在教什么 就是因为刚开始 我觉得我很容易被人家拉走 可能女生说 我想学育夫术 我就准备这样的课 她说我想学挽回 我就准备挽回的课 我想学怎么加入豪门 我就被他们牵着走 对 就是我的那个中心思想 我觉得那时候还不够明确 很容易会想因应市场 最后我觉得是不像 那我前两班 其实我觉得 哇 这些学生 到底为什么会报名 我也是不懂 可是你看你说 你是线上招生嘛 对 所以你线上讲 那一场演讲 必须很精彩 去触动到他们 对 所以你是要很厉害 会talking speaking跟present这件事 你是很强的 就是我 品系就有这个功力啊 我现在金句已经写满 就是我 所以线上那个 是怎么做 对 因为线上 其实我课三万多嘛 然后线上 他们不知道 林品系是谁 不知道什么叫高价 线上课也是三万多 没有 线上招生 然后他报名完 会有实体课 他会讲一场 在线上销售演讲 然后人家喜欢 他的销售演讲 就是现场报名 对 会款这样 那销售演讲 是怎么做到呢 其实我必须说 一刚开始真的是硬做 我也不会做 我是真的不会 都乱讲 所以我才说 前面两班 你到底为什么会付钱给我 我也是真的是不知道 可是刚开始 很悲惨 因为我还花了 五万块请行销 然后他就只会写一些 很暗黑的文案 去吸引到暗黑的人 那个暗黑的人的 能量的多差呢 是比如说 我跟他用LINE 聊一聊之后 那我当时会想 把他早去上课嘛 那我说 那你要不要来上我的课 然后他就会说 你既然最后 是为了要叫我报名上课 你这个人 我如果死了 我做鬼不会放过你 什么 你踩着别人的尸体 往上爬 我就想说 所以我想赚钱 对 就是很容易会被拉走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是真的 都乱讲 我不会销售演讲 我其实是真的是乱讲 然后后来就是 我还记得我第一班 只有六个学生 然后第二班更惨 第二班 品兴很厉害 就算你觉得 我觉得你销售演讲 一定有你的功力在 要不然找不到六个 而且他们每个人 都缴三万八给你 所以你开一班是 要二十万 你就收到二十万的学费 对 可是我前面 我说给那个行销 光是行销就五万 对 那还有十五 可是因为我早餐 我们可能行销四个月了 所以我等于二十万是赔 就是没有赚钱 然后又要花钱给助理 然后还有其他的脸书广告 所以我前面是赔钱 然后第二班只有 三个人报名 可是我的课其实是需要 很有震撼感 跟很多互动 你知道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六日要开课 礼拜四只有三个人 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我到底要不要 我要找教室吗 然后我要 就是订便当吗 就是我要通知他们吗 还是我先暂停 我那个行销真的很夸张 我就跟他说怎么办 我现在礼拜四了 我只剩一天招生 我至少给我六个人吧 三个人我怎么上课 你知道他给我一个 很夸张的提议 他说那你花钱 去找灵眼来上课 我就说 天哪 为什么我花五万块找你了 我最后还要搞到 沦落到找灵眼 他说因为你刚开始开课 你要有稳定的 开课的次数 你才会让别人觉得 你好像煞有其事 他在教你了 然后我后来 我就 因为我做不出假的事情 我不想要 我为什么好像耍了 一个白痴的戏 后来呢 但是我后来的方式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就想说 我这一次做 我就再也不要做 我叫我助理打电话 给学生 跟他们说 老师得急性盲场言 所以这一次不开课 就没办法开啊 然后我也讲不出口 说我招生不足 我讲不出口 对 不想让他觉得说 这课怎么没人报名 好烂 我要退费 对 所以那一次就是 我就骗了他们之后 然后呢 就是再延到下一次 所以我中间一直在想 各种办法 到底可以怎么样招生 然后到底我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 我到底想传递 什么价值给这些女生 那后来在这 那在重新招生的 两个月当中 我就决定说 我要帮助他们的内在 是变得是有自信 是肯定自己的 是心懂得欣赏自己的 而不是觉得 我都没有别人好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 我没有别人好嘛 别人都比较好 其实每个人的都 他的本身都有保障 都有特质 可是呢 有可能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我小时候 因为跟妈妈的关系 他会一层一层的 被那些灰尘给堆叠上去了 然后就忘记自己 其实可以这么的棒 那后来呢 我就在第三班 就重新再开课的那一班 就收了将近20个学生了 然后那一次呢 我就是比较偏 真的是让他震撼教育 让他透过他自己的生命 再怎么运作 去看回他自己 然后知道原来我过去的惯性模式是什么 原来我过去的信念是什么 因为像我 我要不是因为发生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机会往内看 发现 因为我从小相信了这一句话 家花没有野花香 所以我就想要当小三 所以我当正宫 我就不相信我会幸福 即便我过去当了青年主持人 我看过这么多所谓幸福的新人 然后所谓的一定要幸福 我在台上带着他们说 可是带信念选择 一定很快就离婚 看得出来 老娘都没幸福 你们凭什么幸福 对 就会觉得你们真的会幸福吗 我可能真的不相信 可是如果不是发生这些重大的事情 我也没有机会去往内看 那后来我就是开始去 调整了我自己的这个中心思想 我的课程主要想带给他们的价值之后 我就越来 那透过他们的反馈 他们真的去改变去成长 那我们的课程就是会有一个60天的设计 这个60天就是 我觉得很多课程真的上完课 当下很有感 可是他回到生活 我觉得 又打回原型 没错 因为他原本太熟悉的环境 然后可能别人不看好他什么的 又马上对自己没自信 所以我们有一个60天的陪伴 那这60天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像你生命中照镜子一样 你可能还是会重复发生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只是透过一次一次去看说 那为什么你遇到这件事情 会有这个情绪 你为什么会一直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会有助教陪他 以及我会给他们一些他人生中 一直很想完成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去做 比如说有学员呢 他其实一直梦想要当舞蹈老师 可是他妈妈总是告诉他 你不要想那么多 那个会饿死 你去当一个平凡的 一个稳定的上班族 所以当我在跟他用视讯 我们会有一对一咨询的时候 我看他 他其实是一个很绽放的灵魂 他其实是可以很奔放的 可是呢 他却让自己很没自信 就是说在一个很无聊的行政 然后被一个烂男人拖了20年 最后男生还是外 中间一直外遇 然后后来还是被不要了 所以然后就 让自己其实过得很 就是那个没有生气的样子 那后来呢 我就给他一个功课 我就说那这60天 请你去跳一支MV 那我帮你这个MV取一个名字 叫做蜕变 对 因为我说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我在跟他咨询 我是透过Rune咨询 他在外面 所以其实我一直听到风声 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到 他其实那个蠢蠢欲动的灵魂 只是一直被压抑住 我就说你喜欢什么歌 我说我现在放这首歌 你现在跳舞给我看 我就透过那个荧幕 我看到他那样的舞蹈 而且他每一个拍子 都在那个点上面 我就说 哇你这个是第几次跳 他说我第一次跳这个舞 所以代表他的天生 他的使命 他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就知道 哇他其实可以做这件事 我就说那这60天 你就是要去完成这个MV 对 然后所以他除了设定 比如说去陪一些老人家呀 什么的做公益之外 他当时我在那个 毕业典礼那一天 我看到他放这个MV的时候 那我看到一个女人 就是他终于真的挥别过去 不管是妈妈的束缚 那不好的男朋友的束缚 然后他真的 把自己敞开来 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是 他跟我说他 毕业之后 他已经去应征 乌俊的那个舞蹈教练 他真的去开始 他四十几岁了 他才开始去做 他人生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 这60天的陪伴 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因为让他真的 不用再一直被压抑住 一直窝在那个 他觉得 就只是我生活 就是这样三万多的收入 对 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以赚到钱 对啊 那这类的故事 其实在女生班 是一直在发生 所以其实这个 你这个其实是一个教练班 因为他一路是陪伴的 你不是上个课 两个月的教练班 可能你上课就有固定 要跟大家讲 他的三万八不是那几天 其实是60天 他是一个陪伴的 就是Vito大叔是 离职倒数60天 你是帮人家往前进 没办60天 开始算60天 他是被探神 因为他可能两个月之后 他就不再是过去的 自己就拜拜了 Vito如果当初 离职前去参加这个60天 他可能也不一样 他就 他又写不出这本书了 对啊 他写的内容就不一样 因为他的使命 就是要写这本书 对啊 他每个人很想要 让自己有那个 所以我想问一下品贤 你刚才 我觉得你有几个很重要 林品琪这个人 有几个很重要 第一个是 当然老天给你的禁欲 第二个 你有自我觉察的能力 等一下 第一个我听 老天给你的禁欲 是什么意思 禁欲 不能随便脚开开的那种禁欲 禁欲到底是什么 欲望的欲吗 不是 奇怪 你们为什么会歪掉 我两个都想的是一样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国境的禁 禁欲的欲啊 禁欲啦 我懂 我懂他讲 我是中文系 我有听懂 你们老是想成要禁欲 没有啦 品熙干嘛 今天品熙来你 什么沐浴晋升 就让我想要禁欲啊 不是 是他自己来的 沐浴晋升是我尊敬 第一个品熙的禁欲 以及他自我觉察的能力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要organize 就是要组织 或者是变成教材教案 这个品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这个东西变成 就是你自己懂 自己遇到 跟自己会 到教人 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我们的课程叫做体验式的教学 所谓体验式呢 就是我不跟你讲大道理 因为大道理 你去看很多YouTube 跟看很多书 都在跟你讲道理 可是就是我又说嘛 因为你道理 你就是知道 或者你做不到 所以我们的课程有60% 是会让他们一直有很多的互动 那这个互动包含了什么呢 比如说他在这边的时候 那我会跟他们说 教室里发生的事情 你走出去一模一样在运作 所以你怎么在教室里面 去看待这个课程 你怎么样的态度 其实你去外面是一样 那有一些人可能来教室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态度是 反正我就看你要教什么 你就让自己就是 这好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对 那其实我算是有点震撼教育 我在里面的态 样子跟现在 或在辛辣面的态 样子是不一样 我是非常凶的 那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说 你自己总是把自己 放在一个无能为力的位置 你就在等待别人 在告诉你该怎么做 可是这是你自己的生命 你为什么让自己的生命 是搞到这个样子 那所以他们 这个方法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对 你真的有那个教学天赋 因为这个就成绩 剧场 有点剧场式的感觉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 好像在跟自己讲一样 其实对 其实我每天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会看回我自己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导师 对 然后比如说 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叫做 就是可鲁于我 那其实呢 这个活动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 好 可鲁于我 对 就是比如说 我是主人 你是可鲁 可鲁是狗狗 对 然后我们的活动练习 就是 我是主人嘛 然后我会拿一颗球 去丢 然后主人就快点 可鲁去剪 去剪 所以你是可鲁 你就快点剪回来给我 对 过程不能讲话 那我们会加上音乐 跟灯光 所以那时候呢 可能就是 一直丢一直丢的时候 其实这个 也很像什么 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说 有一个人就是 不断地去丢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人 为了想讨好他 取悦他 你就会想尽办法 去把它剪回来 再给你的主人 会有一高一低的 这个位置的关系 那其实不管 我是扮演可鲁 或我扮演主人 有时候我会叫主人 会说动作快一点 然后 这不是我要的 因为他把球给我之后 我就会丢出去说 这不是我要的 其实很多时候 关系也是这样 可能像我老公 也会努力对我很好 可是我就觉得 这我不满足 这不是我要的 你都不懂我要什么 可是可能我老公 身为可鲁的人 他也会想说 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都做到这样了 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跟我说啊 然后可能主人就会说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反正你就 动作快就对了 对 其实每一个人 他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 都有可能当可鲁 都有可能当主人 那那时候 他们在听那些音乐 的整个氛围 和灯光的时候 以及这些动作 我有点明白了 对 他们就可能会哭 因为他会想到 他生命中的谁 对 所以其实我们 一个是同理性 另外一个是产生共鸣 对 而且他已经 亲自在这个活动当中了 他有一些人会丢不出去 因为他觉得太残忍了 我一直让这个人 一直去剪 可是我在生命当中 我不也对我那个爱的人 这么残忍吗 你真的是 我越来越崇敬了 崇敬的不只是 女神的外形外表 其实就是说 你的那个内心 我觉得真正重要 就是你那个境遇之后 产生的 给自己的那个能量 而且这个能量又 可以改成处境吗 不要讲境遇 境遇很难听 你自己去想的 没有 就是他的处境真的是 好啦 我改一下 际遇好不好 对 际遇真的是 好啦 OK 所以我觉得 其实品希这个人的 整个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教材 你就是你自己的导师 所以我刚才也问 我想说奇怪 你是去哪边学这些高招 没想到 也都是你自己研发出来的 而且你的内心的 第一个信念是帮助别人 对 然后再帮助自己 最后 然后也一起有钱 对 这是很棒的三个步骤 帮助别人 帮助 第二个是要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对 最后能够 赚到钱 赚到钱 这三件事情 我在今天里面 我学到很多 就是说也跟大家分享 你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帮助别人 成就自己 然后也赚到钱 那品希就是用 他自己的 际遇 用人生的历练 当做自己的 教材 然后用自己的人生历练 去帮别人 我觉得这超棒的 我现在超想去上 而且我觉得 他的课 我看你的影片 你FBO影片 我觉得上完课的女孩子 不是那个泪水 是感动是开心的 不是想 我说Colin 已经没有那种泪水 对 就是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陪伴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可能过去 我会很容易 把别人的 什么结果 都放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有时候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 他有可能被打回原型 或又开始 很低沉的时候 我会检讨我自己 会觉得 我这样是不好 或者是我没有帮助到他 然后 当然 这也是我的课题 反正不管什么都是 我都会去看回我自己 然后但是呢 我后来的选择就是 去看多数 那些真的改变的人 因为我 后来发现 这些学生 他其实不是我的 招牌 或我的成果 每一个人的生命呢 就是 他都会有自己开花的时候 所以我只不过 就种下一颗种子 那他有可能 什么时候开花 我不知道 有可能还需要 别的老师再去浇水 他才会开花 也需要时间或环境 对 他不是为了成就我 他是他自己的生命 这样子就会释怀一点 不然你会看到 带到学员 如果不是每个都很有成就 你也会 我会很批判我自己 觉得我真的有帮助到他们吗 那我觉得 长时间来看 现在这样三年了 然后我看到很多女生 真的都可能离开了不适合的人 然后开始找到自己的幸福 或者是他更肯定自己 或者是他也发挥他的影响力 去帮助别人 那个脸上的光芒跟自信 他们都没有动医美 只有我在动 内心 对 他们那个内心的那种 自信光芒跟自在 我就觉得 哇塞 虽然很累 可是我都觉得 在毕业典礼那一天 我看到他们的成果 我都觉得太好了 就是好有价值 而且平夕女神的 那个价值班 不是只有平夕跟他的过温区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作家 心灵的 就是我都会 可能会定期找不一样的人 然后来帮他们上课 对啊 像是之前那个艾瑞克 艾达 然后 好像还有好歌 好歌 他还没有 对 但是 哈布拉 哈拉 哈拉老师 就哈拉那一集好像做得很好 因为很多女生很被他感动 对不对 哈拉那一集 应该是说他帮助女生去梳理 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因为他们确实是创造出来 他们自己的英雄旅程 对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机会 让别人知道说 我是素人 可是我也活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那个老师 他就是协助他去梳理自己的故事 那我觉得 每个人本来就是要有故事嘛 对 我可以想问一下 对 没错 没错 那个女孩子在毕业的时候 他们身上穿那个服装跟礼服 跟脸上的感动跟自信 那个是你们帮他打扮的吗 没有啊 就是我们只会定一个说 主题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 你自己去打扮 但是我必须说实在话 很多女生 我当天是认不出他 真的 那个认不出 很像明星耶 就是很像在演电影 对 那个认不出 其实不是他外表打扮得多 穿多豪华 而是他那个自信跟笑容 跟当初他进来教室的 那个判若两人 对 就是完全不一样 相对于 就很有力量的感觉 就是 而且他们会穿的应该 因为他们也会有低胸的礼服 那些是平常 没有人会这样穿 可是他们是 愿意为你的 他们的毕业典礼 花钱去租礼服 对 这个心意 对 因为他们就很重视 而且毕业典礼那一天 其实我们毕业典礼 就只是选好 然后我就会让全班自己去 就是 规划 我是完全不 我就当天去而已 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每一次的毕业典礼 他们都让我惊艳 就是哇 你当天竟然这样的呈现 哇 你们这中间怎么多 那么多改变 都不一样 而且当天的毕业典礼 完全不输外面的尾牙 我就觉得哇 因为为什么我要让他们 自己去筹备这个毕业典礼 因为我要去练他们的领导力 对 就是他们可能在外面 可能没有机会 去当那个leader 但是这是让你们自己去尝试的 所以这是你们的毕业典礼 所以每一个人都 中间他们会吵架 还有个退群啊什么的 都会有 但是我都非常平常心的看待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 对 可是最后他们都会去 完成一件属于他们自己的毕业典礼 我觉得品行女神 它是创造女人的幸福 对 的指标 我觉得这一集女性必听 因为 一定要听 因为就算你没有去 参与过这个课程 你听这个过程 你大概就知道说 至少你要从哪边 开始去建立 我也想要敲 就是说品行有想要 就是下一个节目 课程是什么时候 你会再有呢 因为你现在在休息嘛 应该很多女生也想要上 对 那因为我之前都只有一个最主要的大课 可是我觉得一个女生 我常说女生就是这辈子有三次投胎 机会 一就是原生家庭 那原生家庭已经无法改变 可是可以像我一样去透过疗愈 然后让自己扭转我的信念 第二就是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如果做不喜欢的工作 其实都会让自己好像就是 没有办法去伸展 没有办法自己散发光芒 或赚到钱 那所以工作 再来第三个呢 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伴侣 很多人都说选到不对 伴侣就是像下地狱一样 对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我可能会想要重新再规划 把这个课程用得更多方 多面向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生啊 就是你是要让自己 很立体的360度的完整 我觉得我只帮助她内在有自信 我觉得还不够 所以我现在还在规划 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 让一个女生是更加全方位 超感动的 不完整 过去不完整品系 要让大家越来越完整 其实也在完整你自己啦 你也在实现 让每个人都完整这个心愿 你应该有一个粉专给大家可以 对啊 跟大家介绍一些 怎么样可以联络到你的 怎么样联络到我 就怎么样可以看到你 追随你啊 你就搜寻林品熙好了 因为我觉得粉丝业 还是会比较包装 因为对 就是它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所以你的个人粉丝 FB是有开放是不是 对啊 开放开放啊 对啊 没关系 我们会放在节目资讯页 给大家参考 也可以放那个粉丝业 你去搜寻林品熙 各种的影音啊 什么报道啊 那要敲完林品熙要出书一点 就是明年三月 对 我就是其实 我最近看到那个刘轩 我知道刘轩 刘轩不是推出了一本书 就是《超男进化论》 然后他也搭配一个两天的课程 超男的课程 然后再帮助女生 男生 对 让男生更有自信 然后有点像是精英的感觉 对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极限挑战 他搭配这个书 我就觉得 健康运动任何的挑战 对 然后面对事业 面对家庭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 这样很棒 因为他搭配了这一本书 然后又搭配了他的课程 你也可以就是出一本 你自己 对 其实刚才我们录音 这就是你的书的内容 对 然后又再搭配一个 三天两夜的课程 类似这样子 对 我就在想说 那这样我刚好 趁最近半休息的状态 我要重新再规划 就是这个 我想要这个商业模式 是可以比较长久的 因为我之前是因为 其实我之前 比较没有愿景的人 我比较是 因为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想帮他解决 可是我不是觉得 我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所以我走了三年之后 我觉得好像我遇到一些瓶颈 我不知道把他带去哪边 那我刚好就趁这段时间 你写书其实会沉淀自己 然后我记得我写书的时候 就真的 那半年就是没有做任何事 就专心写书 一直沉淀自己 你看 平西从这三年的过程 从教学 从付出 帮助别人 刚才讲到使命 本来使命对自己来讲 也是很沉重的事情 现在你已经会讲出愿景来了 对 就是我在想说 要怎么样 就是带这一个品牌 带这些女生 到达什么样 最后他们会成为 怎么样的人 就是我想要等到 那个画面更清楚 然后可能搭配书 然后课程 可以更加多面向 让每个女人是 不用再去其他地方 去花钱上课 来我林品希这里就可以了 对 我就包你一身了 这样子 可以哦 林品希包你一身 林品希包你一身 这是今天的结尾语了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让这个女生 除了从她的内在看到 然后也看到她如何 我看到比较多是内在 其实我在看她的时候 我今天最感动的是 她帮助别人用的力量 不是什么去学回来 而是从内心的 那个不完整那一块 拼凑的过程 因为你有这个过程了 所以愿意再付出 再帮助别人 对 那个起心冬年是非常感动的 对 好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品希 第一个 第一个你的著作 第二个你的新的课程 都能够帮助更多人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哦 很感谢大家 爱你哦 谢谢 拜拜 谢谢品希 拜拜 拜拜